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喬 我現在在玩的遊戲是薩爾達傳說王國之類 上一集呢我到了白傑報社 然後白傑報社這附近有一個神廟 我們可以往他這邊看 往這邊看的話可以看到一座神廟 那我打算要先去結這個神廟 然後我 來煮一個料理好了 看一下我的料理袋 料理袋都有蠻多辛辣的 那我就不煮了 那我們先騎馬 往那個神廟前進 把他盯起來好了 好 那我們就出發囉 我們就沿著路走 然後你可以發現在快要靠近神廟的路上 會有一個很像小小洞穴嗎 應該是小隧道的地方 我們可以在這邊停下來之後用通天樹 上去上面 然後上來之後注意一下旁邊有沒有荊棘 這應該是叫荊棘嗎 那要進去的話我們可以 用丟了就好 丟火焰果 把這個燒 把這個荊棘給燒掉 這個神廟叫歐羅摩瓦卡神廟 那等他燒了差不多的時候就可以進來了 那我們就進去調查這個神廟 這個神廟叫發射之物 這個神廟叫發射之物 那我們進來以後 可以看一下這邊 這裡有一個要撞擊的標靶 然後我們往這邊看 可以看到這邊有火箭 然後這邊的火箭的話 我們可以先幫他 跟我們的盾牌做餘料建造 他最後還會再生 然後 怎樣再幫我的 幫我的盾牌加滿這些火箭 看一下喔 這樣應該可以了 好 然後再來呢 這時候我們就用救急手 拿一個火箭起來 然後 把他調成45度角向前 放在這個正中間 放過去之後呢 我們就敲打一下 他就會去撞那個標靶 好 那再來我們再往下一個 下一個關卡 然後這邊是這樣的 我們要搭乘這個軌道上去 那一樣方法要用到火箭 所以我們回去 拿一個火箭過來 然後也是一樣要黏45度角 等一下喔 我們把他黏在軌道的後面 不是軌道 那個軌道車的後面 把他黏在他的正中間的後面 把他黏在他的正中間的後面 然後我們就 搭乘這個軌道 然後再敲打一下這個裝置 然後再敲打一下這個裝置 欸?我掉下來了嗎? 欸? 居然掉下來了 車翻了 那我重新黏一次好了 那我重新黏一次好了 這次拿兩個軌道來黏 這次拿兩個軌道來黏 我們拿兩個火箭來黏 我又跑了 他右邊跑 我又跑了 好 火箭被關了 差點翻車 好喔那過來以後呢 可以看到這邊一樣有很多火箭 然後方法可以這樣 因為我剛剛已經有黏很多火箭盾了 所以我打算這次直接用飛的過去 撞到天花板了 記得如果撞到天花板的話就趕快打開滑翔傘就可以過來了 那這一關的寶箱在哪裡 在這裡嗎 對耶 那我們再飛回去拿寶箱 不夠高 下去了 太快開閃了 再開一次喔 好 然後這邊的火箭一樣可以拿來使用 所以我再做魚料建造在盾牌上面 好 然後我們就飛上去拿寶箱 快撞到天花板的時候開閃 寶箱有紅寶石 然後我們可以從這邊一路飛過來了 就不用再用一次火箭盾 那我們就來離開神廟囉 按調查 祝福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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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飛回去白捷報社 這裡有一根很長的柱子耶 過去看一下有什麼 然後柱子旁邊有一個落石 那我們上去落石 這邊還有怪物 上來以後 可以用 倒轉乾坤 旁邊剛剛這石頭嚇到我 好 解開 倒轉乾坤 然後飛到這個 東西上面 好 開寶箱 寶箱裡面有風箏盾 風箏盾 那我們把這個火箭盾換掉 這攻擊力比較 這個防禦力比較低 然後那邊有怪物 有怪物我們就去打一下 你要準這隻小鳥 沒射到 那我們用眼珠好了 蝙蝠的眼珠 直接把他射下來 直接把他射下來 留一點體力給自己 還沒發現我 想要戳我 那我也拿東西來戳他 不要小心他錯誤 他在那邊轉圈圈 掰掰 然後拿斧頭來看 箱子 這有很多雪球 那沒東西了 那沒東西了 波克布林的雞腳 卡庫打的 眼珠跟翅膀 然後懶得走回去 所以就直接傳送 波克布林的雞腳 那我們從這邊飛的時候 看一下周遭有沒有什麼東西 看起來都沒有 那我們先回來白潔報社這裡 然後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通往利特村的橋 原本有橋 可是他斷掉了 無語役者禁止通行 那我們下一集 再來想辦法進利特村 這一集就先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的影片點個讚 然後也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掰掰囉 請問還有一個 叫你來的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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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